没问题 所以现在困扰你的是生娃是吧 想当爹了 想 人家不给你生是吧 怎么办呀 这次发现忽悠不管用了 因为忽悠过一次 裸婚裸进家了嘛 这次还忽悠还管用吗 不管用 好像两个人对 其实现在的生活 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了 有爱情在 进入到婚姻了 妻子觉得面包不够 丈夫觉得可能是不够 但是我真的不会做这个面包啊 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要玫瑰还是要面包 如果一个人爱你 更新的心愿 还可以帮助你 确保 没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因素 就是希望 为什么这个女生要嫁给你 而明明你当时钱挣的也不多 是因为你给她描绘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希望 所以她才会以身相许 觉得你们在一起会幸福 那现在你不给这个希望 反而你又要增加一个负担 如果说你不去努力地 让她满足第一个希望 任何所有的东西都是负担 包括孩子 孩子是什么 孩子是希望的结晶 孩子是另外一个希望 但是不好意思 你的妻子已经不相信你了 她倒不是认为说 你一定今天挣三千 明天就要挣六千 不是这样的 她是要看到你的意愿 你的能力可能是这样 她已经认了 因为当初就是这样的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意愿 没有这个动力 去实现这个好的希望的话 别光说要孩子了 可能她都要和你分开了 你怕吃苦 还怕没面子 那面子重要还是理则重要 当你不想回家 的确不想听你老婆的刀了 但其实你是在逃避矛盾 你没有解决问题 你躺在宿舍里 或者在网吧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幻想 自己周围的人都是那样的 你看他们都活得不错 你也可以那么混着 是吧 但是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你曾经的承诺 你是要兑现的 兑现不了 对方就要离开你 孩子的问题放一放吧 先找找自己的问题 而老婆这边呢 其实你要给一个希望 事实上她努力能够到的 如果太过于遥远 她就完全不会动了 所以你要把你的目标明确一点 能挣多少多一点是可以 我要一下做她不所能及的事 因为她的能力 其实你能了解就是那样 对不对 但是再加上努力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这种状况是不是你的希望 如果是 就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去改 如果说更高的希望达不到的话 那就跟她分开 我觉得你还像一个男人那样吧 别逃避问题 多跳出你那个圈子 去了解 多认识一下 你老婆认识那个圈子 你就知道自己差在哪了 面子真不是那么重要的 苦是可以吃的 因为丢面子 吃苦换来的 都是你们的幸福 好不好 达到这个希望之后 再说孩子的事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白老师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懂你妻子 妻子她之所以对你有这样 或那样的一些不满 不是来源于她对你能力地 失去信心 也不是来源于什么 她说你懒 说你性格上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是 她在意识到 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因为爱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特别能够 让人不骂出神奇的力量 还能够让一个柔弱的女人 突然间能够举起巨石 来去拯救压在石头底下 她的孩子 那你到底是更爱你的温度 更爱你的感受 更爱你的面子 还是你更爱她 你愿意为她来去吃苦耐劳 然后去提升你们的生活品质 还是把你们的生活 就保持在连三千块钱的 蜜月旅行都拿不出钱来 这个其实就不是在说 虚不虚荣的问题了 我觉得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就已经生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你还能够 我就挺好 可以吗 可以 特别可以 那她不要是觉得不可以的话 你们两个是两口子 你到底是爱护你的 这样的一种感受 你还是更爱她 我觉得她是感受 你没那么爱她 所以她当时 能够不要那些世俗的东西 来跟你进入婚姻的 那样的一种决绝 那样的一种 对你的信任被辜负了 所以她才不愿意 或者不敢 跟你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你的那个孩子说 我想去迪士尼玩 我想学钢琴 我想去溜冰 请问 你说 我觉得就在家里边 看着太阳 然后坐着手指头 唱着歌都挺好 你好意思吗 所以 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 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真的认为取决于 她有没有多爱 我特别记得 我在我13岁的时候 我们家住六楼 没有电梯 我们家煤气罐 没有煤气了 我自己扛着煤气 下楼换了煤气罐 我都想象不到 我是怎么给她 弄到楼上去的 但是我当时就想 我弄了 我妈回来就不会费力气 我爸回来就不用再去换煤气 她们就能够省心一些 她们就能省力气一些 因为我爱她们 所以小伙子 和这个姑娘 我觉得孩子的事 确实可以放一放 你们有那么相爱吗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附老师 哥们儿 有能力的都还在努力奋斗呢 你这没能力的 你还挑挑拣拣呢 你说送外卖冷 但是你知道她现在心里有多了 你说你要面子 养不起老婆是最大的没面子 上次录影的时候 幸福来敲门当中 来了一个一条腿的外卖小哥 每天就跟铁拐李一样 组着一根拐杖 用一只脚 蹦蹦跳跳 去送外卖 她最快的速度是47秒上8楼 人家这都能做 你做不了 一个男人可以没太大能力 但你首先得有忍耐力 你可以暂时没有面子 但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自尊